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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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这样做 那些环顾四周并看到不同真相的年轻人就会产生叛逆 这最终将迫使目前在旧思维和旧观念中存在偏见的历史被重写 重温创世故事 我想谈谈故事的其余部分 接下来的内容完全是深奥的 只有偶尔的科学标点符号 但这是合乎逻辑的 我想讲一个我以前讲过的故事 但现在会得到加强 这是一个创造的故事 这是地球上最伟大的爱的故事之一 他讲述了银河系另一部分的人们 他们的灵性进化比你们的要长数百万年 你们认为那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如果意识在人类内部进化 并且由于意识已被证明可以影响物理事物 那么想象你们的意识最终能够控制某些物理是否太过牵强 那些为你们播种的人可以用他们的意识控制物理学的许多部分 这不是技术 而是一种灵性上进化的充满爱的意识 他们在二十万年前来到这个星球并改变了你们 我们称他们为种子播种者 你们称他们为某素星人 对许多人来说 他们甚至被称为天使 因为当你们看到他们时 你们会感到脱离了这个世界 这对你们来说很可笑吗? 我问你们 这个星球上有没有似乎控制物理和现实的大师呢? 答案是有很多 想一想 如果对你们的灵性自我的掌握创造了改变你们尚未发现的系统的能力会怎样呢? 你们在你们的古籍中已经看到并记载了 这些种子种植者所做的事通过生物进步来改变你们的意识 它们确实改变了现代人类DNA中存在的磁性模式 从灵性层面来说 你们获得了辨别内在上帝的能力 并感知或辨别仁慈造物主的潜力 你们获得了能力和自由选择来区分黑暗与光明 对与错并感受到神的爱 这是创造者故意设计的 而不是偶然或实验 亲爱的医们 你们是故意来这里的 这是对你们文明的能量考验 但它并不止于此 因为涉及一个时间范围 这是一个我们之前没有充分讨论过的时间框架 但它仍然与你们观察到的星星的感知有关 航星以非常一致的模式缓慢移动 这与行星绕太阳运行时的缓慢摆动相对应 正如你们所测量的 你们星球的摆动从开始到结束长达26000年 这次对人类自由选择光明和黑暗意识的测试的时间框架 人类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很长时间 对于那些已经迷失在这个讨论中的人 我们回顾一下古人的发现和想法 他们说在你们的历史之前有大量的历史 你们对自己在这里待了多久有自己的想法 但最多不过9000年 然而现在有证据表明 在你们之前有一些文明甚至了解天文学 我们甚至在土耳其期间就这个主题向你们进行了通灵 这一理论的流行观点认为地球上有五个文明 都在26000年摆动的一个周期内 许多人认为进入2012年将开始第六个周期 此外 玛雅立法长计数几乎恰好是26000年周期的五分之一 表明它是你们文明的立法 然而现在我们告诉你们 整个人类光与暗能量测试的真实时间范围是两个周期 52000年 而不是26000年的一个周期 这意味着像你们一样 像你们一样思考 像你们一样进化的人类已经存在了52000年 那么你们真的认为人类在你们星球上 已经有超过5万年的历史了吗 你们通过DNA和考古证据测量到的最古老的文明 确实有大约52000年的历史 像你们这样的人类实际上已经存在了那么久的证据 为什么是52000年呢 因为人类大约有十个文明 而不是五个 我们说大约是因为它们相互融合 但仍然明显分开 那么如果这是真的 那么你们现在对学校里关于文明发展长度的教导有何看法呢 你们会相信书本还是新证据呢 前五个周期没有足够的人类数量来衡量现在的文明 但是亲爱的医们 这些群体仍然毁灭了自己或者出于毁灭了他们的地方 在人数较少的部落中 这是很有可能的 你们仍然可以战争 直到只剩下少数人 无论你们的人数有多少 你们仍然可以一遍又一遍地拥有黑暗的人性 看看你们自己已知的历史 这也正是你们所做的 天气周期也对此做出了贡献 因为当你们开始了解当前天气变化实际上涉及周期时 你们还会发现它们与摆动有关 你们现在拥有一个并且这是新的摆动周期的开始 这不是很有趣吗 你们的阿卡西到底充满了什么呢 老灵魂你们解这个谜题多少年了呢 嗯我刚刚已经告诉过你们了 你们中的一些人可以追溯到五万二千年前 当你们开始查看我们给你们的雷姆利亚时间线时 它也开始有意义了 雷姆利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五十零年前 我们十多年前就向你们提供了此信息 考古学家不会从过去的五个文明二万六千年中找到太多东西 事实上甚至很难找到印度和刘裕群之前超过十四零年的东西 大自然几乎涵盖了人类所做的一切 在那些最初的较小文明中有一些建筑物 但它们并不大 其中一些文明根本没有任何结构 就像澳大利亚土着的历史一样 它们随着季节和食物而移动 它们从来不会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 而且农业还没有发展出来 然而即使只有少数人 也有足够多的人不同意谁应该共享资源 听起来有点熟吗 它们中有足够多的人互相害怕 因为它们在旅途中遇到了一些不认识的人 它们无法很好地看到彼此 因为它们在自己的群体中没有太多分享 它们的人数足够多 可以互相开战 它们的数量足以互相伤害 让感染疾病和瘟疫消灭剩下的少数人 DNA转变的深刻性 是的 你们的人类DNA被改变了 自从28年前我的传导者接受我以来 我们就一直在传达这一点 我们告诉过你们 当某素星人的种子被种在这个美丽的地球上时 它们给了你们光明与黑暗的知识 这是通过改变你们的DNA来完成的 它直接给了你们一部分DNA某素星人就在其中 它们给你们的最大的东西是一对隐藏了很长时间的染色体 我稍后会告诉你们有关它们的信息 但这对染色体允许特定的智慧记忆、直觉 以及将自己从你们所谓的当前人性中拉出来的进化能力 它让你们能够完全超越战争来思考 亲爱的一门 这一直是对自由选择的考验 不受任何外界干扰 看看你们是否能发现它 你们的确有发现 现在你们正处于第十文明末期和第十一文明初期 你们已经明白了 地球上的能量正在为你们而改变 现在你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多的能力在光中前进 现在你们有能力变得多维度 下一步 变得多维意识 人类走出线性并变得多维是什么样的呢? 它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它会影响你们的意识 我们谈论的意识是多维度人类不断发展的思维和意识 这是一种更高的意识 一种同力心 同情心 关怀 温柔 仁慈和大智慧 在这种意识中 你们记住了你们在十个文明中 从未了解过的事物运作的原理 从心心来看 这是一种理解 战争是行不通的 对生命之美和人文灵性的欣赏是核心 它为地球上每一个先生儿制定了一个驱动性的首要指令 尊重生命 而且 亲爱的医们 今天你们研究了一些非凡的 科学的 美丽的和有争议的东西 你们深入研究了20万年前 一对染色体突然发生变化时发生的情况 不知何故 你们失去了第24号染色体队 而且不知何故 另一对染色体也发生了变形 而第二对染色体发生了一些惊人的变化 你们最终得到了23对 这与进化链中低于你们的任何哺乳动物不同 突然间 你们目前所了解的人类进化知识中出现了巨大的缺失环节 从那时起这一直是一个谜 实际发生的是你们的DNA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它发生了变化 更了解创意的来源 他们知道与面纱另一面有关的一切 因为他们就生活在其中 这就是意识进化的意义所在 它让你们与隐藏在面纱另一边的事物保持一致 最终它揭示了与外界的联系 创意源泉 28年来内在的上帝一直是克里昂信息的前提 你们认为银河系中的其他人也知道你们在地球上所认识的独一上帝 DNA缺失的第24对染色体 回到你们的DNA 你们观察到你们有23对染色体 并且你们开始研究过去发生了惊人的巨大的生物变化 你们的一些DNA的融合 以及在此期间发生的增强 你们错过了一些东西 这很晦涩 但还有其他事情 几年前 科学揭示了一种潜力 实验表明你们的DNA实际上可能是多维的 他们报告说量子常中DNA的存在改变了这常中变子的自旋 当DNA被去除时 由DNA引起的变化仍然存在 遵循逻辑 如果DNA的存在改变了多维常中的原子结构 那么它就可能具有多维成分 让我向你们介绍我们之前说过的一件事 你们仍然有24对染色体 它们被移动 组合 新的第24对是多维的 这对看不见的不是第三维度的 已经有十个文明未被使用 现在它由于转变而开始觉醒 它也受到你们磁场中心的辐射的影响 这些辐射是由你们太阳系开始穿过的太空新区域慢慢产生的 这个前提你们明白吗 你们仍然有24对 但其中一对是不可见的 就像重力或磁场本身不可见一样 这个非常特殊的第24对是完全多维的 这就是为什么你们的DNA实际上可以影响量子常中电子的自旋 那么这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你们有能力将自己从现性思维中拉出来 从那些总是导致你们陷入战争和功能障碍的思维中拉出来 你们明白了吗 你们从来没有足够聪明 无法真正了解自己是谁 现在这种情况正在改变 那些意识到这一点并开始觉醒这个新想法的人是那些已经在这里生活了数千世 经历过战争恐怖并一直在等待这件事的老灵魂 这些人明白同步性的融合并非偶然 这是计划好的 他们还了解到更积极的人类意识的一致性正在世界范围内开始出现 这是与面纱另一侧连接的连贯性 这是一种你们没有预料到的联系 它最终会影响你们现实中的一切 这种一致性会带来麻烦 因为有很多人希望保持旧能量原样 亲爱的医们尽管这一切听起来很奇怪 令人翻白眼 但你们会看到它真正发生 当这第二十四对开始发光时 有一天你们甚至可能会遇到那些把它放在那里的人 我再次问 你们的头脑是否觉得想象其他人在你们广阔的银河系中与你们同在 他们比你们更古老 更先进并且发现了上帝的美丽 这是否太奇怪了呢 想一想 这就是爱的故事 地球并不像一些高深思想家所定义的那样是一个模拟 但他可能看起来像它 因为地球上发生的事情完全是人造的 换句话说 生命在地球上的创造和发展速度太快 不可能是偶然的 这是设计使然 二十万年前这里的人类被改变是有意味之的 你们居住的这个美丽设计的系统 称为盖亚其开发过程中没有任何随机性 正如我们长期以来所说的那样 你们正处于黑暗与光明的深刻考验中 这是非凡事物的开始 当我给出的这些信息开始显现出来时 人类将开始意识到他们完全控制着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这个星球将会有新的希望 它基于科学刚刚开始看到的一些事情 尚未承认但已经开始看到 你们正处于一个新信息可以在几秒钟内传遍地球的时代 这些通过新发现看到的新的 意想不到的东西在这个新范式中将永远无法保密 听着无论旧的范式或协议是什么 你们都不可能让某些东西被看到并呈现给数以千万计的人微笑着打招呼 然后让一小群领导者或教育工作者告诉你们它没有不会发生 你们明白这个比喻吗 你们不能再隐藏或聚绝光了 太多人在观看 这将是许多领域即将出现的挫败感 你们所看到的和你们所听到的之间会有很大的冲突 老灵魂们 你们所有人都在这个房间里听着 这是时代的自由选择 做好准备吧 这最终将定义你们之所事以及你们在宇宙中的位置 尤其是你们的银河系 我知道你们之所事 亲爱的天使与上帝同在 我知道你们是谁 到时候你们也来看看吧 就是这样 克里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